過度的淵博的時候會不會喪失我 會不會使得我的這個主體性消失掉 我們是誰 我們難道不是由我們讀過的書 我們經歷的事 我們對世界的印象 我們這些所構成 有時候我們通過一個書寫或一個思維 進入到一隻鳥 一個異國人 用他的眼光看世界 使得你的世界被擴展開來 這才能夠讓你突破有限的我們的 在這裡就不能在那裡 你成為這個實現就不能夠成為 另外實現的那種生命的局限性跟單調性 可是代價就是你所懷疑的那個 那個自我會不會 我覺得不會消失 因為是說你的書寫跟思維 可能變得困難而複雜 而且它複雜到難以簡單的說明 就是很多人認為我很囉嗦 我大概是比較想精確地描述 整個思維的 重點不是那個點 而是那個思索的陷入 但這樣的麻煩也在這裡 就是說你再也沒有辦法 說出巨大簡單的話 甚至是人家期待的話 對 所以不適合革命 不適合 召喚群眾 不適合那個 當明星偶像 不適合寫詩 那最適合什麼呢 不知道 就說 最適合當老人吧 因為 老人有一種自由 有一種晚年的自由 這世界會覺得 你不要多嘴就好 甚至 戀愛跟性愛的功能離去 都帶給你某種自由 新的解放 新的解放 對 就是下一個 只完成可能 三分之一 甚至五分之一的 長編 叫華太平家傳 甚至像卡拉維諾 他連第六個演講 都來不及寫出來 你知道 就是說 你就工作到 工作到最後一刻 沒有額外的目標 這個年歲 連談戀愛都沒有能力 就是某種程度上這樣 你是不會 你還年輕 我說的是我們 那 你就工作到最後一刻吧 你就說 所以 某種程度來講 晚年是非常有趣的 你就說 對我來講 我是充高采烈的 在過這個晚年 雖然 不斷有各種折磨 就是你身體的 或各方面 這些東西 而且 我們這個年紀的 死亡變得非常真實 今年度 春新的母親走 我母親去年 然後我 兩邊的父親都 走得較早 所以我就跟親親講說 我們 當然不會立刻來臨 也希望 但是 我們已經到前排了 我們已經被推到前排了 我們 在上頭 沒有人擋著了 就是那樣 就是 好像是年輕時候 你會去設定計較的東西 現在來講 它變得不真實 你一路走到這裡 這就是你 生命中主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你就一路做到底吧 對 那裡是 我寫稿的地方 在這兒是吧 對對對 因為我抽菸 所以 我其實是很少在 空調間 台北天氣 熱熱到三十七八度 熱到那個 三十七八度 你在這裡寫稿子 熱死了 對 冷天的話 會寫到少會動腔 然後台北的天氣 有時候還可怕 大概我長年都在 都在這裡寫 您坐吧 所以大概是 那怎麼會選這家咖啡館 怎麼是 這一定是我的第八家 或第九家咖啡館 DG什麼時候開始了 這家 這家咖啡館 我之前用過半年 當時的算法很簡單 這些都有帶早餐 所以我一天大概 連咖啡帶整個套 大概 從一百塊吃到一百十塊 每個月三十天 比如說 四千五百塊台幣 相當於人民幣 大概一千塊左右 那我就有一個辦公桌 有人供應兩餐 只要午餐 不用洗盤子 不用洗碗 那我每次這樣算 然後覺得 給你的不得了 這個習慣什麼時候開始的 九二年 九二年 四分之一個世紀了 是啊 但是真正 我自己認為 我的寫作元年是 44歲45歲的時候 其實文字的故事 算是我的 才是正式開始寫 比如說您說 你是一個相對晚 才開始成熟的一個寫作者 好像開始整體摔摘的時候 迎來了成熟期 這兩者的關係 對你來說是一個 很有趣的張力嗎 我也不曉得 年輕的時候 大概會一直是因為不成吧 就覺得 寫這個也不對 寫那個也不對 像我的老師 朱熙年老師 那麼溫和的人 我嘗試寫小說 他兩次評語 很好笑 他說 相信這個人 平常還滿有趣的 為什麼寫起小說來 這麼無聊 這是一次 第二次 第二次 這個稿子 自寫得真漂亮 我忍不住一個字 一個字在看 大家都懂 就是說 這個女生長得 這麼可愛的老先生 長得真的是太有氣質了 那整個幾十年來 我始終找不到一個 可以真正書寫落下來的點 那對朱立新來講很簡單 他們小說就是他們 生命中主要做的那件事 對華爾賢來講 他任何的吸收 他就是最後中間 化成電影要出去 那對我來講 我始終找不到一個 我可以弱的地方 這個時間可能有二三十年 回過頭去講 一路上走過來這種 不斷不成的經驗 對我來講滿有趣的 就是說 因為有些人是天生的小說家 他一寫就進入 他不感覺到這什麼困難 對他們來講 那個事情也許顯得輕易 但是 有可能 會少了那種 在思索 或者甚至被折磨的那種 你是更自覺性的理解 對 而且被迫的理解 被逼迫的理解 畢竟 某些天分 某些 銳利的東西有意義 可是 有些基礎是 需要時間 所以 以前 我常在笑 說四十歲之前 我人生只做兩件事 幫一個連續劇 寫了一個爛的歌詞 那另外一個是 取了朱元欣 就是 主要的treatment 或者是我嫁給朱元欣 對 好像我人生只做這兩件事情一樣 但 的確是這樣 那個二十年那種尋找 其實你在找嘛 你在試嘛 這種找的過程 是不是挺痛苦的還要 會嗎 其實沒那麼嚴重 我想就是說 因為那個世界本身的 真實感 一個細節感 太豐富了 使得你 不會去想那些東西 我指的是閱讀 因為你本來就喜歡這個 所以你不會覺得說 我好像在做一個 會一無所有的 生命投注一樣 相對朱天欣 朱天文 相對這些朋友來講 在閱讀上頭來講 我可能是 較多的 走得最遠的吧 相對來講 十五年到二十年的時間 一天可以有 八個小時到四個小時 而且是每天不中斷這樣 作為一個讀者的這個部分的 飽滿感 會使得你 就是 會使你覺得不寫都沒有 沒有關係 阿誠說 他的人生啟蒙書 是人類的故事 繁榮的 那我也是 那你也是嗎 小學時候讀的 那時候是我第一次知道說 原來時間可以這樣看 他講說 在北方有一塊岩石 高一百英里 寬一百英里 有一隻小鳥 每隔一千年來磨一次他的嘴 當這座岩石慢慢被磨平的時候 永恆的歲月變又過了一天 小時候 大概九歲十歲吧 第一次看到這個 嚇呆了 就覺得 那個世界實在太有趣了 就是那樣 所以對我來講 你看到那樣的一個世界 某種程度來講 你滿想成為那樣的世界的一個人 只是說在這裡 可能多了一個文學的自覺 你從這個世界裡頭得到這麼多 你該還一點回去吧 就好像阿成說他寫 就嘗試以同事的時候 文字放得特別舒緩 我問他說 你這個筆料跟你寫那種很酷的 那種筆料不太一樣 都講半句 對他說這個是房隆的筆料 我是這樣得到的 所以我應該這樣還一本回去 就是這樣的感覺 那後來比如說房隆如果是最初的這個塑造和影響 進入青春期的時候呢 中學時代 那個時候的閱讀的範圍是 當時候是拿到什麼書就讀什麼 毫無秩序的隨機的 野蠻的完成 對我是讀文科的 但是你會覺得 你想 較為完整的理解世界 有些基礎性的成分性的東西 是非要啃下去不可 所以我花了很長的時間 念經濟學甚至數學 連當兵都是如此 因為我當一個很輕鬆的稍會區域長 所以他們帶隊出去出操 看我這邊看25史 他們4點收操回來 看到我還坐在那裡說 你還沒離開是不是 我說沒有啊 只有吃中飯以外 就是說當時候的讀書的密集度 是可以到那樣 像坦克車一樣 碰到什麼 反正都輾過去的那種感覺 這麼強有力和這種廣闊的好奇心 是需要巨大的能量來支持的 這個東西 你自己想過怎麼來這種東西 我不知道欸 因為我沒有比較 我總覺得所以我才問說 應該每個人都這樣才對啊 因為每個人不對啊 這個是很自然的事 就是我不懂人家為什麼不買 人人為什麼不買書 因為就是全世界最華的來的東西 不是因為我自己的寫作的關係 因為一個了不起的書寫者 思維者 一生的時光 天才加上 他那個工作 他可能只留下八本到十本的書 一本書以台幣來講 大概現在是四百塊 以台幣來講現在可能是 比方說我們現在講可能是五十塊 隨便這樣講 你把這樣一個人的一生 最精華的東西 都得到了 我不知道全世界有什麼東西 比這個更便宜的 唐諾與朱天心相識於高中 彼時 編校看的唐諾 經常到老師朱西寧家中約稿 慢慢與同齡的朱天心熟食 十年後 二人結婚 幾十年來 夫妻每周七天 無休地在咖啡館寫作 即使在台灣電影最輝煌的時期 他們也一再拒絕 老友胡孝贤、楊德昌的邀約 專注於文學創作 九二年的時候 台北的氣氛是什麼樣子 在你記憶裡 九二年了 其實台北 它是在盡盡熄滅 而不是那個 過去台灣因為 中國現在使得 風雨際會的關係 使得這個地方 出現了一個奇怪的歷史位置 奇怪到它曾經是世界五強 這很好笑 因為從來不是真的 北京來講 當初通舟多重要 因為是大英和北端 那個是 要從朝運轉 轉進金師 所以人、貨品 各方面共品 全部在那邊集中 那當然是一個奇怪的理由 但是 人類的活動方式改變了 通舟就沈睡了 台北事實上 我的形容是說 很長一段時間 是把一個大國的靈魂 藏在這個 小小的身體裡面 但是現在這個真相畢露 現在台灣知道 它是一個小地方 這個漸漸的熄滅 這種熄滅的感覺 什麼時候你第一次 我常常有 很久 現在的年輕一代的 在這種狀況之下 開始是完全不關心歷史 不關心世界 就有一種虛無感 有一種放棄感 就覺得說 我只要好好活著 就是所謂的小確幸 就是這樣 但是在我們當時候不是 我們的一般的學生 世界史的知識是足夠的 包括歐洲的哪條河 哪個城市產什麼 那些東西 清清楚楚就是 它事實上是 在上升的時候 你會覺得 這個世界是跟你有關係的 甚至是你可以 你可以參與的 不要受影響 那個階段 是一個整個社會 今天比昨天好 明天會比今天更好的 那個階段 所以他甚至連 前上頭都變得慷慨 就覺得說 反正用掉了 明天會賺更多 現在回憶起來 在那樣的一個 比如說 整個社會充滿了這種 擴張的欲望的那個時候 做一個寫作者 意味著什麼呢 現在回憶起來 他比較生猛 短短的半世紀時間 台灣的文學書寫 其實 從某個看來講 成就驚人 非常驚人 對 相對於上海北京這樣的大城 台北供應多少 一流的小專家 而且 在一個極度 平保的基礎上 比方說大陸一寫大家 文革的記憶 什麼那些 一堆故事 台北沒問題 所有人的經驗很快重複 所以斷念出一些奇怪的 書寫記憶出來 那詩來得更早 台灣的現在詩的 曾經很驚人 那樣的東西呢 侵略性十足 然後嘗試性十足 實驗性十足 但是現在台北的 這種狀況的書寫 從出版界 從整個讀者的消失 出版界的萎縮 使得書寫慢慢 不重要了 能離開的人都離開了 但是我有另外一種期待 因為這樣的書寫 會出現不一樣的光景 會是在那種 比較興奮昂揚的年代 不會認真去看到 跟減實到的東西 所有各種東西 在一個人的書寫裡頭完成 那我不知道能不能 台北能不能出現 這樣的作品 可是我還蠻期待的 因為他是有機會 有機會的 那那時候八年代 最初看到那些電影表達呢 比如何曉賢 楊德昌他們那種語言 對你來說是一個 很直接的感受嗎 跟... 要當朋友就不要 跟他一起工作 而且當然也不是為了 這個原因而是 但是我跟追憶心就是 對於電影這個 從來沒有任何一刻有想像力 跟我跟他的意義來講 他可能是一個 較為繁華而 一般人容易接受的載體 可是也不見得 因為他能夠負載的東西 所以我來講 我覺得太少了 他是一個太有限的載體 然後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他代價太大 動不動大家就是一個億 兩個億三個億 所以好萊塢必然走向保守 就是因為那個遊戲太大了 沒有人輸得起 可是對輸來講 沒什麼了不起 失敗的輸多的是 滿街都是 所以我從來沒有任何的 一刻有... 被誘惑 動心情念說 去這個世界看看玩完 但有可能通過這個工業 把你個人的理念 最大程度的表達出去 對這個呢 儘管這個表達被打折扣了 但是可以抵達很多人 對這個也沒有誘惑 這個永遠是一個交換吧 比方說 很多人甚至有一點質疑 或批評楊造 然後什麼都能談 什麼都能解釋 那梁文道也碰到這個問題 都是想辦法把 對一般人來講 稍微複雜 稍微困難的 就是解釋者 對對對 做一個解釋者的這樣的 那解釋者永遠碰到這個問題 你設定的解釋到什麼地方 那我自己後來慢慢從 解釋者本身給慢慢退走了 因為我開始緊張起來 就會覺得說 當你筆變得順利 變得流暢 變得很知道怎麼對付這些東西 就會讓我害怕 久而久之你會變得 沒有處理困難東西的能力了 你那個能力會消失 那個習慣會消失 因為 有很多閱讀是 對讀者是有嚴厲要求的 對 所以 以前的讀者 不是抱怨 而是哀怨說 你現在寫的東西 我們都看不懂 所以 我的作品在台灣 理論上已經 要靠編輯的善意 才有可能出版 簡單講 我在安民那邊說 是出一本賠一本 所以我每天早上在書寫 安民有時候回來咖啡館找我 我們就來笑 他每次進來說 又有在寫 這傢伙寫太快寫太多 我們賠不起 我等一下去干擾一下 我要去出差這樣子 就是說 因為我的確是沒停過 這十幾年來 沒有停止過一天 我給你買了酸奶 你喝不喝 這十不喝 你不喝 你不喝 那我喝了 你來 再喝的話 就要上廁所 你以前來過逛過這嗎 來過可能是兩次 就是有特別的感情嗎 還是沒有 有啦 我不是說 還看了那件作弊的 那個小超的那個衣服 那個是 你再放外面 待會兒 謝謝 你看到他有什麼特別的感受嗎 沃恩玄孔子 孔子是我幾乎是 在中國古代裡頭 評價非常高 最高的一個人 那個理性跟成熟 是我那麼驚訝的 比如說你年輕的時候 那一代人 還是對這種不解的東西 困難的東西 還是嚮往的 儘管不解 但是渴望解 什麼時候好像公眾普遍 產生了明顯的抵觸 這種變化是怎麼發生的 宗教的除媚 因為某些你不理解的 敬畏的 你害怕的東西消失 連中國人 我們有三種怕 敬畏天地 敬畏父母 敬畏聖人之言 因為好的話會打罪你 另外一個當然是我們 在現代的社會 他比較回到物質性的 比較回到當下享受性的 你覺得他如果生活在這個時代 會做什麼呢 不知道 在左傳裡頭很直慘 我就講說 孔子如果不生在魯國 而生在正國 他會是一個人 他會損失什麼變化 對 對 對資產來講 他了不起的人 孔子非常喜歡他 可是他一輩子 他只想保有正國 因為對他來講 就是讓這個小國能夠存活下去 其他我都不想 所以資產到後來 就變得不那麼重要 是在於中國當時一統了 再也沒有所謂的小國了 要存活 所以資產所謂的各作為 在中國完全失去的意義 以後代人也不會再去記得他 又懷念他 但是我說如果孔子身在正國 他會不會是資產這樣的人 很難講 那你問過自己嗎 如果你是生活在香港 或者生活在北京 或上海這些城市 你的整個的 我不太敢問也不太敢想 以我現在的工作身份 跟那個笨拙的想像力來講的話 這個對我來講太奢侈了 那你怎麼看海蒙這樣呢 他是身體力行的來追問自己是誰 這樣呢 這樣一種方式呢 你作為一個 他現在完成了女性器官的移除 然後真是可以去登記為男性 這次他覺得完成 而且他並不是衝動 他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 你會覺得海蒙比你更勇敢嗎 會有這種感覺嗎 不知道 就是要看情形 勇敢是一個詞 但是另外一個詞叫激烈 也許我比海蒙的成長要 因為時代的關係 被世界教訓的叫早 就是說所以你可能 甚至羞辱 對 所以你的態度可能不會這麼硬 如果有一些建言的話 我通常是盡量 稍稍把它往後扯一點 原來你看這個東西是黑色 你慢慢從這個黑色裡頭 看到不同的城市 就是最早的法律 和摩拉比發點 以眼還眼 以要還眼 很簡單嘛 你殺了人就你死嘛 你挖了人家眼鏡你就被人家挖一隻嘛 可是法律的進展是什麼 法律進展是 你慢慢辨識同一個殺人案 它有各種層次 有些人 他是錯了 可是他只負擔部分責任 但我基本上還是把這個看成是進步的 因為最有趣的部分 其實是在 冷水跟熱水交錯的地點 清潮跟黑潮 那個才是浮游生物最多 才是漁場 在年輕的時候 夏海蒙無語是 因為他獨女校 他進一個廁所 都會感覺到這個部分 所以你會覺得世界跟你 是與我而相違 好像那個衝撞度很大 所以相對來講 他同樣年齡 就會比我激烈跟暴烈 也是你說的可能比我勇敢 就在這裡 但是相對來講 你的代價就在於說 久而久之你會變得簡單 變得粗暴 這不是好指 或者您覺得 對一個寫作者 書寫者的勇氣到底意味著什麼 很重要 真正的書寫的英勇的那些東西 那個 就是有時候你要把學識寫正確 不是一個道德而已 而是你的認知 你在複雜的歷史裡頭 你怎麼樣抽出那條正確的線 通常它是沒有明確答案 尤其在某些國度裡頭 我們可能會來自於政治的壓力 來自於所謂的這些東西 但是即使這些都不在 你現在的網路 現在的輿論 你事實上 書寫是大量鋪 鋪現在現實的前沿跟強光之下 就是誰都可以好像都可以自於詞 你不懂物理學 你要像一個批評偉大的物理學者 很多人是很難堅持下去的 我一路上我看過的朋友 多少人能夠的而不做的 那太多了 就是這樣 您會覺得 好 好 坐一下 我覺得勇氣這個話題太有意思了 可以一直討論下去 對 而且有時候光你要承認 認知而寫出某種真相來講 不會有人傷害你 本身都已經是一件夠困難的事 但是那個需要的勇氣 實在你每一刻都發生 一路上過來都是如此 會擔心過分清晰的這種意識 對書寫的意識 對自我的意識 反而會壓迫書寫的創造力嗎 會 考改也有這個問題 他用清澈的風格 描寫屋左的夢境 如果這個清澈的風格 有些東西 他說不出來的時候怎麼辦 比方說 懸在文學或人類的意識 思維意識裡頭 最重要的一個東西死亡 這個是一個 再也沒有人回緩的一場里程 是一個絕對的疑問 可是我們忍不住 要去理解 要去猜測 因為只有這樣才構成 我們對時間對生命 對整個東西的意識 你能不問嗎 可是如果是永遠弄不懂 那個東西 有兩種選擇 一種就是我們不要寫它 避開都很容易 可是另外一種就是說 你必須一再 像攻打一個堅稱裡頭去攻打 所以頗勢告訴我們說 不要夢想寫完美的作品 因為它通常只是退卻 說得真好 對 所以有些時候 你必須要忍受失敗 你覺得孔子的書寫足夠勇敢嗎 是 尤其在那個年代 真的是 挑戰了太多東西 要把國史拿來這樣蓋 嗯 而且那個魯國當時也跟寬榮 他做這個事 您覺得您的寫作中最勇敢的部分是什麼 你覺得 你自認為 我覺得這方面 才華 才華的部分有限 可是我覺得在 不閃躲跟說實話方向來講的話 我覺得 到目前為止我覺得是OK的 嗯 好我們再走走 好 多年來 唐諾一直堅持手寫 每日在稿紙上 他會寫六千到一萬字 而為了保證準確的表達 他只保留五百字 2013年 唐諾出版的散文集 鏡頭 共四十五萬字 在這樣一個 這麼大的一個趨勢的下面 你有時候會不會突然覺得我們這麼信任的 堅信的人文主義理想可能也是一場夢 會 嗯 會 因為當 想聽這個話的人不夠多的時候 他就失去力量 嗯 他只能靠一些 接近儀式的形式 希望能夠保留在某些地方 而且會越變得自然 越來僵化 對 那那 妙頓講的說 把真理跟謊言 都放出來吧 讓他們對決 我就不相信真理不會 不會贏 小明也不是 小明也不是這樣看法 沒有這麼豪壯 沒有這麼 他說 真理是會被擊敗的 甚至會被消滅 我們看到歷史事實都是如此 嗯 但是小明也講了一段話 對我來講是一個英勇的話 他說 但是真理會有一個優勢 是他會一再被說出來 嗯 直到他找到適合他生長的地點 嗯 我希望他說後面這段話是真的 比如做一個有歷史自覺性的人 一個 人文主義者 或者說 跟隨一個衰落的歷史 是 共存 和跟隨一個上升的歷史共存 對 就是說意味著 你會渴望更更更更上升期的歷史共存嗎 還是說 我不知道 我大概到這個年紀了 很少能 很少會假設一個目標跟希望 像劉維斯托說的 嗯 我們終究都會一死 嗯 太陽會燒完自己 這世界末日會真的存在 嗯 一切都會不會留下來 從長遠來看就是如此 所以 劉維斯托說這話並不是接探 而是說你必須要在這樣的意識裡頭 然後繼續工作 嗯 或是是 晚年瞎眼的時候 在沙哈拉沙漠抓起一把沙子 走到 另外一個地方把沙方下來 他說 我正在改變沙哈拉沙漠 他說這麼簡單的一句話 它是我急一身的經驗才能說得出來的東西 嗯 這個在卡拉維諾的話裡頭就叫 我加進了世界 嗯 世界加上我 再減去我 嗯 我們來過這一趟 我覺得這樣並不敢上 這很確實 嗯 有沒有因為你的 曾經的存在過 產生一點點變化 嗯 波爾赫斯改變了沙哈拉沙漠 你改變了什麼 我不知道 就是說你能 你只能夠期待 不是你期待呢 曾經一個朋友 曾經某些人 嗯 聽到過你一句話 做了 做過一些小小的決定 嗯 但是這些東西 總會一切都會 就會消失掉 可是你明明知道 你還要不要去做 嗯 我記得我在鏡頭裡頭彈的 第一個感覺就是 專業的不斷消失 所有的專業 都變成相對化 都變成 台灣最愛講的 只要我喜歡 有什麼不可以 嗯 你硬要說周杰倫的歌 跟巴哈的 因為是同樣 當然可以說 我喜歡這個 不喜歡這個 可是你要認為 它是一個同一個城市的東西來講 最好不要這樣想事情 它畢竟是真的 嗯 在所謂的專業記憶 在這當中 它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說的是 我只能夠從這個地方 各個地方去談專業 專業也許會 拓張我們的 我們的視野 我們對事物的理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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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